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季圣满旁的 渡眼龙兽,我是门白,我是Izandra 我向你们收获,Simon 那今天呢,我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 关于巫师的话题 那大家如果你们有玩水晶的人 有买水晶的人,有看水晶的人 应该都有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净化水晶的一些草药 那有两个草药,普遍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圣木跟我们的树尾草 那这两个呢,就是最普遍的,你们看到了 但是很多人跟你讲,你用圣木啊,用树尾草啊 去净化,净化,净化 但是没有人跟你说,他们两个有什么差别 跟他们两个有什么作用 跟,嗯,我知道树尾草 嗯,是不是那个咖喱叶 不是,不是,不是咖喱叶 很多人觉得树尾草是咖喱叶 不是,那树尾草有分两种 普遍的,等一下我再讲那个好不好 等一下我再讲,等一下,不要 OK,所以我们先讲这两个 OK,那这两个的话呢,在市面上很多人跟你讲 要买,要买,没有人跟你讲它的差别 所以呢,今天白巫师Ezendra 就跟大家讲我们巫师里面的差别吧 那其实这两个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的 所以呢,大家你们今天看完这个影片 你们就知道你们要用哪一个啦 所以呢,刚才Simon师傅有讲是不是咖喱叶 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呃,树尾草是咖喱叶 那其实这个树尾草呢,在英文叫做 California White Sage 就是,呃,加利福尼亚白树尾草 是这样子哦,这个华语 那这个咧,他们很多人就误以为是叫Clarry Sage 因为咧,如果你们有玩精油的人呢 你们都知道这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叫苏尾草 但是它是叫Clarry Sage 那这个Sedge呢,就不是我们普遍无私用的Sedge 那个的话呢,它比较多的味道 比较像是,呃,咖喱叶的味道 所以很多人会讲它是咖喱叶 但是它其实不叫咖喱叶 只是它的名字叫Clarry Sage 就有点像咖喱叶 外面也是很多人卖这个White Sage 对,但是其实是Clarry Sage 是Clarry Sage,然后烧起来的味道很臭的 对,而且它很像咖喱叶 对,所以的话呢,我们无私用的话呢 是California White Sage 就是,加利福尼亚白树尾草 而且,那些人不懂California在哪里 就是在美国,然后这些树尾草就是在那边 才有的,对 所以的话呢,你们如果要买的话 记得不要买错 而且哦,这个是,呃,我们所谓的 一定要这个California White Sage才可以 然后呢,这个California White Sage呢 它好在哪里 就是它的这个能量啊 它是可以帮你清理的 不管是清理你的人 你要用在你的身上训你自己 或者是你的地方 你的店啊,家里面啊之类的 或者是你的水晶 它就是很好地清理的这个草药 当然很多很多清理的草药 但是呢,多数都是这两个,对不对 所以一个是草,一个是木 所以的话呢,这个树尾草啊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它是清理 因为它会清理所有的能量 我讲的是所有的能量啊 好坏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好的能量 还是坏的能量 它都会跟你清到干干净净 所以通常巫师会用这个来清理整体 所有的能量 在我们下巴之前会用 这个就是,嗯 这个好坏能量都是清理掉的 对,这个你清干净 就是比如说这个你在里面有正能量 负能量一清全部干净 所以你很想睡觉 这样子 所以这个巫师通常是这样子用的 所以通常就是进化到所有东西 正能量或者负能量 因为我听过说啦,这个这个树尾草啊 对 虽然它会清掉负能量跟正能量 对,人家会想 诶,你负能量 正能量清掉不是没有能量的 对,其实我听说 树尾草会带来更好的能量 是真的吗?不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你想一下啊 如果你的正能量跟你的负能量都清空 所以你当然会很容易吸引能量 因为你空嘛 所以你当然会吸引更多更多的能量啊 什么什么能量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负能量 或者是很多瓶颈的人啊 你又有树尾草 你会发现到有好的能量进来 因为你把所有的都清掉了 它本身会不会带好能量进来呢? 它不会有这样子的能量的 不会,因为它是进化罐 所以如果人家跟你讲树尾草 招财真的是很好笑 对 所以通常就是用了 然后我们下法 这样子 除非你下法然后你就会招财 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对 像你这么说啊 你说这个树尾草负能量停掉了 其实我之前早期的时候 在我的studio 对 我千里也是用树尾草 对 然后呢其实因为树尾草是洗掉负能量 对 有些人进来我的studio呢 我洗的时候呢 他们不喜欢那个味道 对 对 然后我就想想 当然啦 因为这个就是洗掉负能量 洗不好的 所以你不喜欢是很正常 因为你整身就是负能量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啊 用这个树尾草 人家不喜欢 所以很多人不接受它的味道的 因为它的味道是很重很强 但是我们偶尔很喜欢 我们就差一点要拿来抽了 所以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人呢 你能烧的时候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 因为这个就是清理负能量 对 而且是清理所有能量 对 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个味道呢 对 是本来都是的 对 因为星魔不要走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他们就是很多 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圣木 OK圣木的话呢 它是这个庇鲁圣物 一定要找庇鲁的哦 Peru Palosanto 那为什么它叫圣木呢 它就叫神圣的木头 OK 它的这个Palosanto 就叫神圣的木头 OK所以呢 它这个 讲到这个神圣的木头 对 没想到神棍 什么 不是这样 莫名奇妙 不是吗 圣木 不是神棍 OK 这个是圣木 好不好 那其实呢 这个圣木的话呢 它有分的 就是譬如圣木才是真正的圣木 才是真的有用 它的味道香 对于这个树维草的话 它好闻很多 很香 而且呢 你们要找高油的 就是高油 它就有这个油这样子 然后呢 你点了过它的烟也是 但是它很快灭 树维草就很多烟 这个话它的烟就很快灭 另外一种圣木是从哪里来的 很多是印尼啊 印度啊之类 我听过的是Equido 嗯 是不是 对但是通常我们用的是辟鲁圣木 辟鲁的 辟鲁就是在巴西 对 巴西 所以这个巴罗仙多也是他们的巴西那边的语言转过来的 是吗 巴罗是 好像是巴西哦 还是辟鲁是自己的国家 不知道 地理不是很好 对 在南美 对 反正它是叫辟鲁圣木 那这个辟鲁圣木呢 它的味道比较好闻 比较清香 大家都能够接受味道 然后呢 如果通常啊 你们用这个水晶啊之类 你们要进化用圣木就够了 不需要用到辟鲁圣 因为呢 水晶有自己的能量 除非你是像我们这样子 每天要接触很多负能量的人 啊 你就要去一直进化 这样我们巫师啊 每天会吸收很多人的能量 因为很多人来找我们帮忙 多数都是负能量的 所以我们要去进化掉 就是不要把这些能量残留 不然的话呢 你们自己的话 你们用这个就好了 因为它跟辟鲁圣相对 因为辟鲁圣 刚才我们是讲 它会清掉所有能量 所以变成空嘛 对不对 但是呢 辟鲁圣木是会清掉负能量而已 所以它会保留到正能量在那边 它就是叫圣木 因为为什么它叫圣木 神圣的木头 就是它就是那么的神圣 它只会清掉所有的负能量 不好的能量残留 它会留下好的能量 所以它就是在神圣的这一边 我听过了他们用了这个圣木 对 清掉负能量 对 反而好事会发生 对 因为它清掉负能量 它保留着你原本的好的能量 这样子 所以通常啊 如果你们是 不是一些修宝 或者是 有需要到很多这些 像 要一直净化一次净化 像我们巫师之类的 修行人 你们其实圣木就已经很够了 所以净化你的水晶 净化你自己之类 而且啊 它这个味道啊 会让到你很清静 相对来说 这个 酥味草味道很呛 它会呛到 然后你会感觉到很上头 这样子的味道 但是这个就是 你会 就是比如说你要睡觉之前 你点一根 你很好睡觉 它就是这么的神圣 这么的香 就是很顺的味道 很清很顺的 很清很顺的味道 但是酥味草就比较呛 比较呛能量了 这样子 所以的话它就比较能够洗掉很多的负能量 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草药啊 就是现在最多人讲的 但是很多人不懂为什么可以用 然后你问到它的时候 他就讲 啊都可以用啊 就这样啊都可以用 两个都是一样进化 那其实不是 在我们巫师里面 每一个草药都有它自己的用法 然后呢 如果你要怎样用 它有不同不同的一个原因要去用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两个都可以买 但是的话就是看你自己怎么用 所以的话呢 如果很多人啊 就是啊 跟风去买啊 到最后买回来啊 不适合自己 虽然都是进化 但是你不适合自己 可能味道 或者是可能 啊这个能量你进化到 这个不是你要的结果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的话呢 很多卖水晶的人跟你这样子讲 但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子用 所以咧 不管你是卖水晶创业的人 或者是你是普通买水晶的人呢 今天 百物试以上的影片都帮到你啦 所以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顾客去讲 诶 这个圣木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 树椅草是这样子用 这样子你们就可以传更多的智慧给人家 这样子是不是有帮到大家 所以呢 这个影片呢 就来教大家这两个进化草药 因为这两个进化草药是最多人问 但是 问不出一个答案的 对 就很多人讲 哎呀我圣木又这样子啊 树椅草又这样哪一个好啊 哪一个不好啊 所以咧 如果以新手来说 你不能够接受味道 圣木是最好的选择 圣木也比较贵 OK 它一直这样子也是十多块 也比较贵 那树椅草呢 它也是贵 但是没有圣木贵 但是它是比较 可以烧比较久 但是它也是 圣木也可以烧很久 因为圣木的话哦 你点一次啊 它很快灭掉 但是树椅草你一点 它就会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们要找这个圣木或者树椅草 百五十一圈 这里也是有 但是呢 要看货咯 要看货 因为我们的这个树椅草跟这个圣木啊 一来就是没有 一来就是没有 所以我们比较少放出去 不要买到咖喱 对 真的不要买到咖喱 我跟你们说 我之前啊 就是我去买 然后我就奇怪 这么这个树椅草不一样颜色的 然后我就去买 因为我们这个白树椅草啊 它是比较带灰一点点 但是那个Claric Sedge哦 它比较深一点点 比较绿 深绿一点点 其实呢 它们的味道 你修的时候 是差不多一样的 但是你一烧 没有 没有真的 没有一样很差很远 我 鼻子很敏感 我一修我都知道 还没烧的时候 普通人是修不出的 但一烧的时候 你烧咖喱液 试看你就会上头 对 反正就是 很多味道 之前我买过啊 然后过完那个整个就是丢掉 我不能用 因为真的 它是都叫树微草 其实都可以精华 但是呢 就 不要买错就对了 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哈 就是很像你妈妈在炒菜的味道 就对了 根本不像那种精华 你烦饿啊 你烧了你会更烦 真的 如果你们要买咖喱液 你来找我 Summer Supper 我家后面很多 然后顺便叫他 你要煮咖喱这样子啊 OK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白树微草 一定要找 California White Sage 就是 加利福尼亚白树微草 然后 圣母的话呢 就一定要找 就是 壁鲁圣母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去买高油的 因为呢 它的油脂更多 更香 更好 OK 所以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的差别啦 所以大家不要再搞错了 然后呢 如果人家不懂的话 教他们 好不好 教他们 没有关系 我们的这些智慧 就是传发给大家 我们把务师以前转 教大家的东西 你们都可以去传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再 很像有很多误解 很多的问号 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东西呢 都有它自己的答案 只是看你 有没有人看见哦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 这支影片呢 或者你们有更多 想要知道的 关于到务师方面 或者草药啊 之类的内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 可以按赞和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还有什么主题要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还有不要忘记 要follow我们的IG 还有Facebook page 因为呢 我们会时不时的更新 更多的学学智慧给大家 不要错过我们任何一个更新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 计算满航 对阿龙手 不要忘记 我们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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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